好,這次我們來看這個 BS的牙 就是英國國家標準的 British Standard OK 那麼BS牙有分BSPT T就是TAB 它是追度牙 還有BSPP 它是平的 OK 這個是 這個英國牙 那英國牙 它的牙生呢 都是0.64 然後來呢 插到日本來 我們來看日本 日本的代號是G 這個平的是G 那麼TABA牙這個PT 代號是R 那一樣的都是0.64P 那這個有TABA的話 它這個追度是16分之1 16分之1 那我們習慣上呢 就是PF啦 GR啦 BSPT VSPF 這都是平牙 那麼PT呢 PT牙 R牙 或者是VSPT牙 有個T的TABA的 這個都是追度牙 都是牙角55度的 OK 好,順便講一下這個羅文 那麼 那麼這種V牙呢 發展到最後呢 一般來講 關鍵都在這裡啦 還有這個的寬度 那早期呢 美國牙 美國牙 這裡呢有到八分之一批 後來呢 又發展到這個六恩之一批 那現在不論是公治牙 德國牙 DIN DIN 或是JIS 或是ISO牙 現在 都是這裡 是四分之一批的 那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關係到這個強度 強度 好 那這個 這個 R呢 如果越大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R如果是最小的話 他牙伸是最大的 0.649P 他的R是0.1 這R很小 R小的話 他的牙伸就會生 那這R如果大一點 0.144P 他的牙伸呢 就是0.6134 這個是目前通用的 這一個 那這個空隙呢 如果小一點 那這個是複合 複合源 這裡一個導 這裡一個導 OK FGKM可以測出這種效果來 那這種效果的話 強度是最好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PF PF怎麼測銷 我們根據PF的標準 來畫這個 直徑 那我們畫好之後 要做這個牙 OK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 我們牙假設只要吃到這裡 所以這個要打勾 總常是7 就是15mm再過來一點 好 那麼我們看一下這個 標準牙的試算 好 要記得這個一定要選成55度的 55度的 OK 好 那麼算完之後呢 這個 這個 我們剛才這個原生的標準 原生的標準還留在 我們把它返回之後 這個牙不見了 再讓它試算 試算完之後 發現它的這個半徑是0.32 0.32 OK 那如果我們用這個0.32去測的話 就是用標準牙的意思 OK 好 那這個標準牙去車 我們來看怎麼車輸入離開 按AltM 按AltM 好 我們就可以看到 把它放大來看 放大來看的話 他這個是左斜徑的車銷 好 你再做一次 進入單節模擬 左斜徑就是說 他是從右到左 慢慢往下往深度 跟他這樣測下去 那這種標準刀測到底呢 就是測到好了 測到炒了 就是我們標準刀 那麼假設呢 我們用通用刀 我們一時之間 只像測幾個牙 不想去買這個 標準刀片 OK 那我們一樣可以改 比如說我們這裡呢 通用刀只有0.2的刀比 好 那我們 採用別的好了 我們用這個 右斜徑好了 好 輸入離開 OK 好 那麼 再做一次模擬 好 測到這個牙底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啊 這左邊跟右邊還有殘料 還有殘料 所以你那個用跌金 分離卡是 測量是不行的啊 還要繼續車 那一般事物呢 會把它破底切削 這整個強度就毀掉了 好 那麼F7他會採左右擴切啊 就是把這殘料切掉 OK 然後我們看一下啊 左殘料 右殘料 拿車完 那這是F-CAN F-CAN的獨門切削 OK 好 那麼 又或者呢 你這個牙刀 你牙刀 你用外勁刀去車 用到0.4 但是也沒有可能呢 這個F-CAN會告訴你啊 我們還存入離開 好 那這時候會發現到 我這個刀比率變大了 變大了 變能比這個還大了 OK 那我們再另外用什麼功法 好 輸入離開 那這時候按Alt-M的時候呢 他會跟我們說 這個太大了 太大了 這個刀比半徑太大了 要更改 那我們在模擬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到 大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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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到 切不下去了 因為這邊已經到達我們的標準了 牙面了 那這邊還有殘料 還有殘料就是配不進去的意思了 OK 那如果說 這個羅文 它的這個鬆緊配合不是要求很大 一般的話 比如說你還有到0.2的 24條的 結晶共差的 那我們來看看行不行 然後輸入 離開 Alt-M 這一次他沒有警告了 所以他是可以切到底的 那我們再做一次模擬 左右切消 他現在是切進去的 FGKM會幫你算 那這一個捷徑的公差 是不是符合我們剛才所設定的 20條 我們剛才是設定這裡20條 對不對 如果這一個攻堅要求有20條的話 那你這個刀比是可以用的 你就不用再去買這一個專用刀片 好了 測完牙之後呢 還有一個事情要特別注意 我們這個用倒修的 我們金車帶用倒修的方式 可以把這個毛邊呢 毛邊去掉 這是FGKM 對這個車牙的對策